北京时间1月4日上午 针对江苏南兰主帅与场边球迷发生冲突仪式 CBA公司开出了罚单 事情的经过无需太多赘述 相信这几天的各种新闻和视频已经说得足够清楚 坐在江苏南兰贵宾夕的一位白衣红裤男子比赛中 对辽宁外援史蒂芬森树中止汉辱骂 在他右手边就坐的江苏主帅被西诺维奇的妻子看不下去 站起身来提醒不要再做如此无理的举动 结果却遭来该男子的连续推丧和谩骂 而且保安没有及时地介入 看到妻子受辱 被帅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 谁知这么求民又开始对被帅的语相像 忍无可忍的被帅最终给了该男子一巴掌 两个人险些发生冲突 幸好这是身旁又人上来进行劝阻和拉甲 才避免了冲突进一步升级 在对整个事件有了非常清楚的了解之后 CBA公司最终做出了处罚 闹事的球迷被终身禁止进入CBA赛场 而备受因为离开教练区域并且有打人的动作 被追加进赛议场 俱乐部被罚款5万 与此同时 在这则处罚公告中还有人情为人的一点 还特意强调了考虑到被帅的行为情有可原 而从轻处罚 否则不止竞赛议场 此外 由于被帅夫人主动制止不文明行为 得到了来协的充分肯定 CBA公司也邀请被帅及其家人参加今年的CBA全明星赛 这份罚单有罚有奖 得到了很多球迷的称赞和认同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因为CBA公司的处罚就此告一段落 因为这位球迷还有特殊的身份 他就是居荣市篮协主席汪友成 因为篮球协会是社会团体 与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无之间隶属关系 汪友成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 所以CBA公司的罚单知识针对汪友成作为一名球迷应当受到的处罚 在事件发生后 居荣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发文建议对汪友成作辞质或罢免处理 相信在有关部门的介入下 汪友成不再担任居荣市来协主席的决定很快会做出 在这里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所有CBA的球迷和线上线下的官赛者 要自觉抵制各种赛场不文明行为